我們今天要來拍就是 Youtuber的身材工具 是不是他們都拍相機是用什麼對不對 對啊 一定是基本款就是相機 然後麥克風還有燈光 工作室 有 我看到別人就是來 特地裝潢新的工作室 然後就是帶大家導覽 蠻高級的 蠻高級 對 而且他就是有特地住一間幹嘛的 就看起來很高級 然後還會裝潢 因為他們就會說 丟著角落去拍影片什麼的 來看一下我的工作室有多麼的 真的是殺小 死都不壞 窮 窮就這樣 人窮是不是窮好不好 我們人窮是不是窮 這麼爛 這麼破的地方也是可以賺錢的 好 那另外呢 就是我討論之後呢 你發現我的特色是什麼 摳 摳 對啊 還說對 你好意思 你在那邊領我的錢 我跟你說 你等一下拿出來給大家評評力 你用那些爛東西撈了多少年 對 好 因為我的小幫主一直詬病 就是我這個人就是 到底有多麼的勤儉實家 有沒有發現我休息有選過 而且重點是 今天拿出來的道具 還有我比你買的 對 好 我們來今天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如果我拍一般影片 就不是我了 個人單人表姐的身材工具道 就是什麼的 相機燈光什麼的 麥克風工作室 比不過人家高級 因為就也沒什麼好講的 而且先講一下 首先第一個呢 是這個 只要我寫腳本的時候呢 我就是很愛提到就是 我琴棋書畫樣樣驚痛的時候 這把琴就會出現 這把琴是一個琵琶是不是 你用它賺了那麼久的錢 還不知道它講什麼意思 對 而且重點是 來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而且那一隻 有一次我打開的時候 它也是蜘蛛爬過去 我真的是最口YouTuber 有夠破爛 對 最窮YouTuber 只要是出現琴棋書畫的梗 這把琴都會出現 對 然後這把琴的鞋本身是斷的 對 它斷掉 然後這把琴也不是我的 也不是我朋友的 就是我朋友的朋友的 關係也先太遠了吧 而且重點是 它就再也不拿回去了 你知道嗎 就是我就跟我朋友講說 這個琴要不要拿去 它就再也就是不拿回去 這是零馬克界的 就是有一次我們寫腳本之後 然後就說我要是一個琴棋 我身上有支書耶 是不是 我真的會給我抓 他也給我抓 反正只要講到琴棋書畫 樣樣驚痛的時候 這把琴就是一定要出現 這把琴就是已經成為我固定就是 班底 對 身材工具 身材工具的一個班底 那琴呢 琴就還好 唉唷 超髒的 超髒的啊 等一下 我先 先捆一下我的身體 想說這把琴有多 我只要不是這把琴就很少用 我又不會彈 重點是主人都不要耶 主人都不收回去 害我也是 說好吧 那就緣分吧 你知道嗎 既然主要 附進琴用 對啊 再來 琴呢 琴就簡單了 不過我現在 既然先這樣的話 我們要去琴在這 琴在這 欸 象棋不見了 象棋 象棋一時之間不知道去哪裡 但是畫 畫就是這個 這個毛筆配這個書法子 還有墨汁 反正講到琴琴書畫這個梗 這些東西就是都會在出場 但是其實現在一時之間不知道去哪裡 可惡 反正就是普通的象棋啊 對 然後書呢 書是什麼呢 琴琴書畫的書 永遠都是我的書 打書到打到何時 對 琴琴書畫 要讓琴通這句話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這四位固定班底 書永遠都是我的書 然後呢 旗子就是那樣子 琴琴書畫 然後再來呢 下一個我的身材工具呢 是這個拍照的小道具 很平常吧 對 而且這就是我比你買的 這是我的小幫手 就是在可能在前兩年吧 對 就是在他還沒有買這個之前 你先給大家看一下 你之前用什麼拍 我之前都是 之前永遠呢 都是把東西擺在這張椅子上拍 是不是很 很不長進 是不是很不長進 然後他真的有點受不了 他就說 我真的 你是不是就 或是你 他或是我真的受不了你 你這樣椅子到底要用多久 你到底可以多麼的不用心拍產品 而且重點是 你是不是還跟我講說 從來沒有廠商詬病過這件事 欸 從來沒有耶 真的 是真的沒有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耶 就是 我永遠都擺在這邊 然後他就是看到就堵了 他真的受不了 他說你到底要靠這椅子 算多少錢 然後我就說 好啦好啦 那我要去哪裡買嘛 你還跟我講說去 去 我就把網址傳給你了 對 所以我就買了 我買了三樣 我還是滿上進的 一個就是這個紙 對 就拍照的紙這樣 就這樣兩面 然後再來是 就是這個瓷� 然後再來是這個 也是大理石 也是大理石 對 所以這三個應該是拍照必備的啦 對 但是其他人是不是給稀更多啊 他們可能會去找一個情境 或者是租個攝影棚 有啊 我們是看那些網美他們拍 譬如說拍一個外攝有的口紅 旁邊還會放一些絲袋跟珍珠項鍊 外文雜誌 對 一定是外文雜誌 不會細周看 對 一定是外文雜誌 也不會是蘋果 對 也不會是蘋果 報紙也一定是英文的 不會是蘋果 對 就是會有一些小道具 對 就是人拍情境照 產品也要有情境照 因為手機不知道這邊 對 它的產品都會弄得很美 然後還會有一些乾燥花 那你看看你用椅子拍了多少 我椅子 我跟你講我真的是最 最省YouTuber 最coYouTuber 不是吧 我是金牛座啊 我是金牛座的個性 然後再來下一個身材工具是什麼 是燈 那這個燈呢也是 得到它的過程 也是一個荒唐的故事 是我在 欸兩年前嗎 對 就是錄一個網路節目的時候 然後那一集剛好是 有一個 平台置錄 然後平台置錄的產品呢 就有這個 然後這個燈呢 就 這邊也斷了 然後你可以仔細看 我叫我爸用強力膠黏起來 看得到嗎 可以 對 強力膠黏起來 然後當時這個燈 欸是他本來送來的時候就是壞 對不對 送來的時候就是搖搖晃晃啊 對 然後他們就說 欸是妳給我啦 妳說什麼 她說那就送表姐這樣 對對對 然後我就說 喔好啊 然後我就把它帶回家 然後就真的一個搖晃晃 就是它真的是一個斷頭燈 我就把它黏好 然後去一路撈到現在 我就真的 現在的影片大家看到的燈都是這張 對 我就一路靠近 免費得來 燈就是撈到現在 也是死不患 而且每次都要跟攝影師說要小心 對 每次攝影師來我家說 欸都很脆弱 要小心 攝影師很莫名 對 然後再來其實這一支也算是我身材工具 這一支是蝦皮的娃娃 那我一年可能只會用它賺一次錢啊 因為蝦皮就是只要找我直播的時候 它就要出現 它就要出現 對 那蝦皮一年就只要找我直播一次 所以它絕大部分的時間是呈現我一個 懶骨頭的沙發狀態 我覺得沒丟它 所以它也算是我的小小身材工具之一 好 我會介紹一個真的是 欸這個東西也蠻貴 真的專業的 是提磁機 這東西還 台灣買不到 上網買了 它真的是 給腦袋1KB的人 非常非常的適合 腦袋1KB YouTube一定要買提磁機 它手機可以卡在這邊 然後它就會反映在這上面 然後它裝在鏡頭上面 你就可以盯著鏡頭 但是你都看得到台詞 對 這是腦袋1KB的人 不是 然後東西如果都要背 我們都背不起來好不好 成本有五個 五個 打五道的光 五道的光 什麼五個警示功能 隨便起來 所以 所以這東西是 它這個本身滿貴 但是我覺得對於我這種腦袋非常小的人 很適合 非常非常適合 所以這個提磁機真的是 我的命根 你知道嗎 我的命根 我非常非常愛它 會不會這集播出之後它瞬間 就是所有Youtuber都必備一台 對啊 我覺得好像有些Youtuber不知道它是什麼 好像有些 可是有些 你看像如果阿滴那麼聰明 它應該就不需要吧 或是一顆太太他那麼聰明 這應該是比較適合就是 腦袋只有1KB 對 這適合腦袋1KB的人 因為它很棒耶 它一手機卡在那的時候 所以它還會附一個遙控器 所以你就可以 停止幹嘛了 所以這就算是 有吧 我算是有在認真砸錢做事的人 好不好 唯一今天最專業的東西 唯一最專業的東西是我的 剩下都熱色 所以 只要你們看我接下來的影片 琴其俗話樣樣精通的時候 然後呢就一定就是會有 這把琴跟棋子書 但是我要把棋子找出來 棋子書要收去哪裡了 你看 沒有棋子不行 所以以上呢就是 我個人丹尼表姐的身材工具是什麼 不然這裡會不會播出之後 大家狂罵 就說我到底有多不認真 不是啊 我不是不認真 我是勤儉持家吧 不然要花好多錢喔 你知道燈有多貴嗎 好像要3、4萬 好的的話 對 好的話要3、4萬 便宜的可能也要7、8千吧 對啊 那如果被罵的話 我再出來道歉好了 反正我的日常 啊我沒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拍我真正一天的日常 你就知道 我通常單一表的一整天 都在各種道歉 對各種跟所有的窗口道歉 各種跟各種拜託跟各種道歉 絕對不是一般人想像 絕對不是你們想像那樣 絕對不是你們看到我平常螢幕形象那樣 最後呢就是 還是請就是 唉 這個我真的是都不知道怎麼講耶 請大家訂閱 然後什麼 Follow IG跟按讚 嗯 因為每次講都講得很敢給我耶 大家可以留言給我一個 怎麼樣講得不敢給我的方法 希望表弟妹可以給我好的意見 然後叫大家訂閱不要敢給我 好我們下次見 掰掰